贷款行业,提前收取利息,到收获直接消失,证明还款能力,要求打款到银行账户,以资质不符合为由,收取包装费用,需要提前支付手续费,进行诈骗,以上几种是比较常见的,奉劝各位需要贷款还是邀走正规银行,紧记贪小便宜吃打亏。 金融理财,各种P2P理财,期货,基金,通过宣传力度打出自己的品牌,承诺高额利息骗取广大投资人存钱,前期会让你看到收益,等到你投的越多的时候他们在无力偿还的情况下就会跑路,一般都是带你反应过来,以后都是人去楼空,血本无归。 收藏品,以小礼品为由,通过电话或者发单形式拉拢客户,打感情牌,博取老人的信任,等到时机成熟让老人购买产品,后期基本没有取得出手,金额巨大通常都是万人打底,这类人群多以一二线孤花老人为主,主要原因在于孤独以及被工作人员洗脑所造成的。 保健品,通过发单或电话把老人邀约上门,以演讲方式,享受各位老年人身体健康问题,通过多次演讲,以寄托的帮助售卖保健品,大多要扁成本纪低,而这类公司一般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,后期无任何保障,老务中介,如搬运工日新200-500无鸭筋, 保持住,外地报箱路费,跟车员,高薪,去了先交几百的押金,或者买烟送礼,先让你干点苦力,拖到你兼职不下去为主,电子厂招工,待遇各种优厚,等你到了之后就是某某某大厦,去了先交钱,后期有没有工作就看情况了, 这类骗局主要以高薪为邮骗取求职者费用,酒托,以各类交友聊天软件为渠道,利用女号移除对象,或者开房为邮,愿你到指定地点见面,普遍都是咖啡厅或KTV,到了以后不管三星二十一点,等了一大桌的裹盘酒水,等你结账的时候,就会来几个凶猛的服务员,打到你把账结清为止,眼流软件, 一夸张的广告词,诱导你受骗,前期你什么都看不到,会以各种方式承诺,它的一路方法是多么的强大,给你感觉就是只要你不少买了,它都引流软件,那么你就可以什么都不用干,粘辱百万,这个我就很想问,如果这个软件的功能这么强大,为什么你还在,背景好熟的去推销你的软件。 最后我想告诉大家,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量力而行,不要让骗子有可乘之机,而我想对那些骗子说一句,现在的社会发展这么快,任何事情都能很快的传播出去,如果你们还在继续坚持你们的老本行,那么你们,下半生可能只会在小黑屋里度过了。 且星期珍惜吧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